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藝術作品非常獨特 有鋼筆畫、油畫、攝影 她就是嘉賓Michelle 歡迎你,Michelle 你好,Annabelle 你的畫真的很特別、很漂亮 謝謝 很有童話世界感覺 看到這些畫好像覺得自己 回到以前小時候 小孩子年代很有童真 但又挺有趣 小孩子之餘好像有動物樣 那這些畫你叫做甚麼? 其實你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畫的畫 有很重的Kiddo成分 Kiddo? 是的 我也知道甚麼是Kiddo 或者很多觀眾不知道甚麼是Kiddo 究竟甚麼是Kiddo Kiddo即是像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整屋都是高達模型 或者二十多歲的女生 整屋都是BB公仔 那就是Kiddo 這些就是這一類的大朋友 但是小孩子心態 沒錯 心智都沒有留在小孩子那裏 但其實已經是大人 那這叫Kiddo 是的 尤其是我覺得現在 大家留在學校的歲數越來越高 可能二、三十歲 都還未出來社會工作 所以這一類Kiddo的人口 亦都越來越多 其實很有童真心態 也是好的 但是為甚麼你的畫 除了是幾小孩子 全部的樣子都比較眼大大 很可愛 但是又好像有些動物的樣子 為甚麼呢 這一輯就叫做Humanimals Hum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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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名思義就是把Human 和Animals 放在一起 即是人類和動物 放在一起 是的 例如你會看到這些畫 人的頭髮很漂亮 漂亮的女生的頭髮 就會很吸引到男生 就像動物獅子的毛 如果她的頭髮很漂亮 也會很吸引到耳性 是 或者大象的象牙 綠的角 是 兔子的耳朵 所以你就喜歡畫一些 女生的樣子 因為頭髮長一點 漂亮一點 是甚麼意思 我自己都未做過男生 我就不太懂得男生想法 畫女生好像比較容易 起碼長頭髮又會漂亮一點 是的 你可以表達到多一點 亦都可以表達到 用筆竹去畫到漂亮一點的線條 嗯嗯嗯 其實這一個 即是你說是KIDO的畫 你是畫在一些木上 是用甚麼筆畫出來的 嗯 跟我們說說吧 其實我全部畫都會有鋼筆的成分 鋼筆 你會看到這些筆的尖尖 是有點像原子筆的尖 是的 非常之重要 如果是畫鋼筆畫的話 一定要買一些Pigment Ink的筆 因為如果不是用Pigment Ink的話 過了時間久了會變色 會變成紫色的 是是是 在木上就會用這種筆 因為比較硬一點 比較硬一點 比較硬一點 會上色得好一點 嗯嗯 但如果你在帆布上面畫 好像這一幅 例如這一幅 就要用一些比較像Feld Pen 這樣的Tip來畫 如果不是 另外那一種筆是不出色的 嗯嗯嗯 那這些筆是否其實我們 在普通的文具店 都可以買到的 例如這種這樣的筆 在普通的文具店 可以買到的 嗯嗯嗯 但是如果這種 好像Feld Pen 那樣的Tip 就要在一些美術用品的專門店 才可以買到 才可以買到 是的 嗯嗯嗯 其實為什麼這些畫呢 最主要是用鋼筆畫 但我看到你也是上了色的 也會有一些顏色比較鮮艷 是 也是用Oil Paint來畫的 哦 用一些油的油漆 是的 是的 因為對我來說 如果一些意思表達得 看的人 可以容易去體會到 顏色鮮艷一些 或者他大眼睛 得得得意義 那接收的能力會比較高 這個也是我用這個 Kiddo的美學 的一個原因 這個是你自己創的 其實這一系列的畫 也是你自創的 是的 是的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些呢 你畫了一種Oil Paint 就是用那些油漆上了 嗯 顏色會不會很容易會退 我們譬如我們真的買了 很喜歡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 是否不應該曬得到 其實 Oil Paint 就是一種比較穩定的顏色 嗯嗯 就算是什麼都好 你如果長時間在太陽曬 都會是掉色的 嗯 那所以如果你買了一些藝術品回家 最好的保護方法就是 不要讓它太陽曬 就算你去一些美術館 看一些攝影的展覽 它有時候 那些燈會很暗 是 一些很fragile的 很舊的照片 它會用布蓋著 嗯嗯 因為如果這樣很容易會傷害到 那些顏色 沒錯 沒錯 那如果我知道你其實小時候 都是很小時候 已經開始很喜歡畫畫 那還有挺有趣的 有個故事跟我們說 是啊 其實我媽媽就很喜歡跟我說 亦都跟她的朋友說 在我一歲的時候 還未懂得寫字 就很喜歡在牆上畫畫 那就好一點 於是她就想到有方法 就去跟我一起選了一種很漂亮的牆子 哦 於是我就不再寫在牆上畫 是 於是我就每一天都在茶几底那裡畫 在茶几底 茶几底 那你要躺在地上那裡畫 躺在地上那裡畫 躺在鱷膏那樣畫 也很有難度 那後來終於怎樣被人發現到 終於在我們搬屋四年班的時候 一動那張桌子 就當然被人發現了 對 原來 哇 桌底另有天地了 有很多Michelle的作品 是的 其實你很小時候 已經開始很喜歡畫畫 是的 我從小到大 都一直有畫很多畫 聽你說的畫其實都很特別 還有你說的鋼筆畫 是另一種風格的鋼筆畫 你現在會和我們示範一下吧 不如我們去隔離廠裡 你和我們示範一下 好啊 來到這裡看Michelle的示範 另外看Michelle的另一個風格 就是鋼筆畫 Michelle這幅畫其實都很特別 和我們講一下內容好嗎 好啊 其實你看這幅畫 好像它有一個不同的世界 一個比較黑暗的世界 其實這個就是童話故事 裡面比較黑暗的世界 是的 這個故事 Rapunzel 其實裡面的女生 已經有了王子的寶寶 即是現在中間這個 沒錯 你會看到這個女生 其他旁邊有些 穿著校服的十幾歲的同學 這個就是學校很漂亮的樓梯 其實在這些這麼漂亮的學校裡面 都會有這些未婚媽媽 這樣的現實社會問題存在 嗯 其實這幅畫是反映一個現實社會的年輕人 是的 可能會發生在她身上的事 沒錯 沒錯 就用童話故事這個渠道去表達出來 也挺特別的 我發現這幅畫的深淺度也很特別 或者跟我們示範 其實一張這樣的鋼筆畫 是怎樣可以畫出來 好嗎 好啊 你桌面就已經有一幅了 我明明這個就是 你畫了三分之一 是的 這幅畫大概已經畫了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是的 所以你會看到鋼筆畫是比較浪費時間 因為全部都是一筆一筆地畫 我看到這裡有一隻 這是紅來的 是的 這是一隻紅來的 還有BB 還有小鳥 你說這幅畫的特別地方 是否一些英文字母畫 是的 其實這幅畫是剛剛開始的 這幅畫 這幅畫的 你會看到有紅 有小鳥 有小鳥 有鬍子 有BB 有氣球 全部都是一些B字開頭的東西 是的 所以你也預備了畫26張 由A到Z 不過現在就由B開始畫 沒錯 這張就是第一張 我看到其實都是三分一左右 你說已經用了十幾個小時 是的 就是說其實畫鋼筆畫 都需要很多時間 沒錯 其實畫鋼筆畫 是比較需要多耐性的 所以如果有家長想 讓小朋友學畫畫 是非常好訓練耐性的 其實很好